那水利发电有两种 灌场水利发电就是一般的河川水库的发电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抽须水利发电 抽须水利发电 那抽须水利发电是怎么一回事呢 抽须水利发电是这样子 这是正常的一般的水利发电 水库的水放下来 推动水轮机就发电 抽须水利发电它多了一个水库下面 还有一个水库 它有两个水库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一个是上池一个是下池 上池的水发完电之后 不要把它放走留在下池 留在下池做什么呢 等到半夜公司不上班 学校不上课 工厂可能停工了 电是过剩的 为什么电过剩呢 核能发电煤炭发电 它没有办法急开急关 经过815的事件之后我们知道 天然气发电可以急开急关 开跟关可以开关得很快 但是你上过煤炭烤过肉你就知道 煤炭点燃之后要让它熄灭 要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燃煤发电厂跟核能发电厂 是不能急开急关的 基本上开的就会一直开着 那个可以当作所谓的积宅的发电 晚上因为用电量少 所以基本上晚上的电会过剩 我们利用晚上过剩的电 把下池的水抽到上池 等到白天尤其是中午 像现在这附近 中午用电量多 再把上池的水放下来 所以它是一种某种程度上 它是一种除冷的装置 但是因为它会利用晚上发电机 用火力发电的或者核能发电的电 把下池的水抽为上池 因此它的成本比较高 它的成本比较高 它的成本比较高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